由冠府文化局 竊架十五戶所扶导的竊架鼓勵三件列 形式库定已经完成收口 库定的雷龙依天传率 借贴益息为主 经过五星期的实质分年 最后做一次的回国以及延年 文化局希望来作出 背后在地经济输出 来团形竊架鼓勵 或是成功也会在每年的竊架 竊架天传率来典型 经过五星期的竊架三件列 更是库定在最后一次进行 成功检架鼓勵 虽然延年一次的时间吃东西 但大家都有真心来丢完留点 丁寒最好的核实成功 我们的课程今天是一个成果发表 那我们重点就是在我们开春的时候 我们天川日的时候 在国兴乡办理的这个天川日活动 那我们整组的一个活动的那个礼仪归意 都是要在那一天更完美的呈现 这个活动就是要传承我们的文化 跟我们的仪轨 我们祭典的仪轨 不要让它流失了 客家三件旅 他就是说来拜拜 你贡品不是拿到桌上 他一次拜拜 手拜一拜一下子就走了 他们要经过三个程序 第一出献旅 还有第二次献旅 还有中献旅 三次很隆重 现在三件旅是对我们客家很重要的一个习俗 就是现在人家是廟在招牢 或是说在娶新娘 有的发育这样做 这三件旅从以前以来 就都有传统有做这样 由广府文化教客家是无口所乎的 客家鼓勒三片勒建设库 内容以女娃娘娘保天的这一天 亦是为主 广府文化教表示 希望就出伯救在地的精助书主 来团形客家鼓勒 那这项客家三件旅的礼俗 是一定要举行的 那刚好我们就选在 我们水里客家重点发展区 由我们水里客协 还有中鸟客协 新客协 一起来办理这样子的一个 祭祷的活动 我们希望说 藉由这个活动的一个传承 能把我们客家文化传扬出去 我们文化局 这次主办 传统三线旅 主要是要推动把我们的客家文化 延续推动 在未来 在今年的二月份 要在国性乡 再把这个三千里的传统文化 再推展出去 三线旅是客家族 四名类秀和正典旅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但随着时代变称 南道官的三线旅 有失团的危机 因此各府文化局 每年都会基盘 原始库定 来协助保障和团成 可逐远 记者金杉三都 2账 5账 6账 5账 5账 0账